如果譬如我見過有些健身室在健身室裡面 有很多肌肉 但不見他一段時間 他不見到我一段時間 或者我不見到他一段時間 幾個月之後變得肥了 但他的形狀也是這樣的 但他只要是沒有肌肉紋 整個脹瘋瘋 車胎那樣 那些肌肉是肥的 如果肌肉已經變得這麼大 要減少一隻 以後會變成很多肌肉的肥腦 其實肌肉的大小會有變化 肌肉一定會變化 如果不練會變化 不練一定會變化 我們見譬如住入院的病人 這是最明顯的 譬如老人家入院了 住了一個月醫院 他的腳原本很粗 住完一個月醫院後 腳變成了香雞腳 因為肌肉已經萎縮了 因為肌肉沒有移動 一個月就收了水 即是收了水 操練的做健康的人一樣 那一陣子少了操練 肌肉變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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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肌肉變多了脂肪 肌肉變小了 可能是這樣 為何變成肥仔 他的型也在 但他沒有那麼好看 但我看到有時候 感覺上很健碩 他停一會兒可以瘦得回 肌肉瘦 有些計算數 是否要做一定的平衡 那些需要用脂肪磅 或脂肪儀器來測試 通常測試身體的電阻 因為脂肪的電阻 和肌肉的電阻 不一樣 他會計算百分比 難怪在健康室裡有部機器 被你拿著去量度 明白 我們瘦身的男士和女士 是否一樣 我講了很多女士 我先打尖問男士 男士的瘦身的需求 是否值得中央肥胖為主 其他是否有女士的脂肪比例 或者內臟脂肪 也是 其實是要計算腰疼比例 但是男士的差距是較高的 男士是0.9 就是腰疼疼疼的比例 但是如果是簽體的部位 男士通常是說肚腩和腰 叫肌肉這個位置 或者是如果想修肌肉線條 就是肚腹腹肌 就是六塊腹肌的位置 會較多 意思是做肌肉是做那些不同的步運 都會做到不同的效果出來 就是那個效果 或者專注在那些位置 有些男士根本上是不太肥的 很健康 只不過他可能操練的時候 想令到腹肌再明顯些 表面的脂肪要薄些 在下面的肌肉的紋尾才會更健康 這個做法就是令到他 不是修型的 令到他增加了肌肉 是的 因為我看到有些人 雖然他做得很健康 三角形到三角形 但是肚腩也不見到六塊腹肌 原因是因為他有浸脂肪 包住了 包住了 一個很謙虛的大隻佬 他只能修得近一點 原來有些位置可以做腹肌的形 去到面子的油 然後就可以做 我想問做這些 其實有沒有副作用 做完運動之後 副作用就是有機會自己肥 但是做肌肉 去到之前都沒有什麼所謂 我又可以肥 之後又 因為你是非入侵性 又不用吃藥 感覺上是很舒服的 聽說 無創性的好處是恢復期短很多 比起手術性的抽脂手術 亦都不需要休息 可能是合適到大部分 即時可以做完 翌日去上班 或者晚上去約人 那些完全沒有影響 但是雖然是無創 他都有一定的負作用和風險 亦都不是每個人合適的 有些人可能是 那個位置是做過手術的 或者有小腸氣的 或者本身有一些凝血問題 那些當然要諮詢了醫生意見 才可以做 而且做了一個部位 都不是即時見效的 做了一個部位 起碼都要等一個月 至三個月才會見效的 亦都不會去到 一定不會去到抽脂那麼好的 那麼明顯的 明白明白 抽脂即是捱了 即是未創也好 你都要捱了傷口 但如果無創 感覺上是 心會舒服一點 要很需要 看人的要求 我相信觀眾們 按自己的需求 當然要找專業人士 找醫生們 解釋一下 究竟這件事 需要是怎樣 回來我再請教 林醫生 多些有關不同 我們叫做修身 整形 或者講美容的知識 好嗎